就是它能够区分任何一个点 如果m大于等于n加2的话 那这个k加ml这个线线系就能区分任意两个点 当然这两个点可以是 可以不一定是两个不同的点 一个点然后它的重数是2 这种点也算在你 难点就难在这个它就有重数的时候 如果是两个不同的点可能现有的方法还是可以做一做 这就是这个猜想 然后这个猜想应该是 对这个猜想了解应该不多 曲线和曲面都是搞定了 然后是 高维的时候 只对第一部分 就是这个无基点这个猜想有一定的了解 好像是 为数小几个用武都对吧 好像是 到目前为止 然后一般的话只是有一个 对这个m只是有一个多项式的解 是好像是 2分之n平方 加什么 n 加1 有个 二次多项式的解 然后想得到一个线性的解 还是 应该还是很难 那研究这个猜想的这个 两种方法是 大概是这样的 我就考虑曲面上 因为曲面是 唯一的 知道这个猜想是对的 这个情况 如果是曲面上的话 研究这个猜想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用 这个消失定理 就是说我 比如说我证明它k加 3倍的l是无基点 我就随便取一个点 然后造一个截面 在这个点的重数比较大 重数比较大 然后就可以利用这个 消失定理 但是造这个重数比较大 是用黎曼若和 可以造一个截面 在这个点重数很大 然后再利用消失定理 就可以得到 得到这个猜想 大概想法是这样 然后第2个方法 就是说 Ride的方法 Ride的方法就是说 我要证明 比如说 实际上它就等价于 证明一个 一阶上同调群 等于0 然后 我就反证法 假设这个一阶上同调群不等于0 然后就是说 我就得到一个 一阶的扩张非0的扩张类 然后这个扩张类呢 就可以定义出一个向量从 一个质二向量从 然后这个质二向量从 我算一算它的这个成类的话 如果这个L比较大的话 如果L相当于 L平方比较大 你就发现它 它这个向量从的成类就不满足这个 波格蒙朗夫不等式 就是一个 一个半稳定 这二向量从 这个C1方小 等于4倍C2 如果那个L 那个线从 那个线从L 如果它的 资交数很大 就是说它不满足这个不等式 就是说它不稳定 然后不稳定的话 就可以说 我就能造出一个厨子出来 然后得到一个矛盾 这样也能证明这个伏价太小 然后这是 已知的两种方法 但只是曲变上了 所以如果要研究高危的话呢 那第1个方法已经是 被很多人 黑广的已经很好了 这个肖英堂 然后 他们啊 我就 这个你们都被我熟啊 这个 前面两次报告这个 李军老师还有 林家福老师应该都 涉及到这个东西 然后我看后面有一次报告是 谢松燕老师也要讲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 不多啰嗦这个东西了 其实我也不大懂啊 我今天主要 讲讲第2个 第2个途径 第2个方法 第2个方法就是这个 Ride的方法 这个Ride的方法这个到目前为止应该是 只是在曲面上 知道然后 要想推广到高危的话是 会遇到 遇到很多困难啊 然后我们先大概回顾一下这个Ride的方法 然后看看 它究竟是什么东西 然后它的推广 到底遇到什么困难 那Ride的方法就是 曲面上啊 我就考虑一个曲面 考虑一个曲面 然后 考虑一个 比如说 一个NIF处子吧 我先假设NIF 你假摩托也行啊 然后 然后 D是一个 整数啊 D是一个整数 满足这个L方大于 4倍的D 然后这个Ride的这个结果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 KS加这个L这个线移系 不是D-E 1WAMP 这个D-1WAMP就是说它这个 它是能区分D个点啊 就是 我不细说这个定义 就是 0WAMP就是无极点 1WAMP就是通常那个WAMP 然后这个D-1WAMP就是说区分D个点啊 但它包含这个 这个有重数的情况啊 就是一个 D-D的那个0维子概型能区分这样一个 所有的这样的0维子概型啊 这叫D-1WAMP 如果它不是这个D-1WAMP 那就是说它就可以找到一个 有效出的D 然后就满足下面这个不等式啊 所以你从这个不等式可以看出来如果这个L很大的话 这个不等式就是可以推出矛盾 所以它就一定是 D-1WAMP 所以 从这个角度就可以证明这个 伏计它太小 然后那这个不等式怎么来的呢 它就是 用刚才这个向量从的构造加上这个 这个摩洛弗不得试啊 首先我们看如果 我们有反证法 如果它 不是反证法 如果它不是D-1WAMP 就是它如果不能区分 第一个点的话 不能区分第一个点意思就是说呢 我这样一个自然的这样一个映射它不是满射啊 这个Z就是随便 就是某一个这个 长度等于D的一个零位的一个子概型 如果这个线性不能区分这些点的话 意思就是说这个映射不是满的 那不是满的话 你用一下这个短正和列 推长正和列就发现呢 它这个一阶上等调取呢就是不等于零 这个 Iz就是这个z的这个理想层 这个东西不等于零 那这个 那就是说我们要研究普及下猜想 就是要去理解这个一阶上等调取 就看它什么时候等于零什么时候不等于零 那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就用一下这个塞尔队友 那曲面上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因为曲面是二维的 然后用一下塞尔队友它出来是 一阶扩张类 因为塞尔队友的话是二维的 曲面是二维的 二减一正好是一 然后是就接下来研究这个扩张类 不等于零 那我们知道这个扩张类如果不等于零的话 它对应到一个 我们可以构造出一个向量从出来 当然我们可以 我们当然这不一定对应的向量从 我们要 要假设 满足这个KalibRub性质以后 就可以构造出一个向量从 我们当然是可以假设它确实满足这个KalibRub 因为我们证明这个辅价猜想我可以用数学归纳法 对这个 对的这个长度做归纳 我可以假设当当这个 长度比较小的时候这个这个猜想都是对的 然后然后用归纳法 所以我可以假设呢 对于这个Z的任何一个 真子概型 我这个一界上等的情形都等于零 这是归纳假设 不是说我震出来是归纳假设 然后有了这个归纳假设之后呢 我们刚才那个扩张类呢 就确实对应到一个 向量从 一般一般情况它不一定向量从 只是一个 但是我做了这样一个假设之后 这个假设实际上就是 KalibRub和Rub性质 它就可以对应到一个向量从 就是 E就是一个 刚才那个扩张类对应的向量从 它就满足这样一个 振和列 这个OS和 这个 这个理想从之间一个扩张类 对应的这个向量从 然后你算算这个东西的成类的话 算算这个E的成类 算算E的成类 你会发现 它第一成类当然就是L 第二成类就是这个D 这个Z的长度 所以如果这个L方 比4倍的D大的话呢 这个E这个向量从就不满足 伯格摩布不等事 那不满足伯格摩布不等事 就是说呢 它不是半稳定 对于任何一个安破处子 它都不是半稳定 但它不是半稳定 我就可以找到一个 一个子线丛 E的一个子线丛 次数非常大 就是它次数 可以找一个子线丛的次数 大于这个E的斜率 那比如说A A就是我们找到的那个子线丛 然后它的斜率就比E要大 就是A乘以H呢 大于1 E的斜率是1LH 然后你用这个东西以后 你再几个最开始那个正合列 那你就得到A到那个I Z L的一个 非频繁的一个映射 然后那由于A是线 我这应该写O A O S A 然后这是一个线丛 到 到一个 理想词 一个 脱形浮水器 一个 一个映射 它一定是 它非频繁的一定是单摄 是单摄的意思就是说 L减A一定是个有效图子 你把A移到右边去 然后L减A就是我们 定理里面 RID的定理里面要找的有效图子 然后你 把不等式再仔细算一算的话 你就发现D 确实满足我们 最开始那样一个不等式 最开始不等式 这就是这个 RID的 这个想法 然后这个证明最关键当然是用到伯格摩洛普等式 这个不等式就是说 我对一个半稳定 什么叫半稳定 就是说 我曲面上任何一个凝聚层 我定义它的斜率 我用D成类 和一个安破除子的香蕉树 除以它的质 就表示它的斜率 那我称这个E是半稳定的 就是说它任何一个子层的斜率 小于等于E的斜率 就成为半稳定 对于这种半稳定的 凝聚层 我们就有这个不等式 当然我这写的用CH1 我没有用通常那个C1C2 我用CH1CH2 稍微有点不一样 换个写法 我们就有这样一个不等式 这个不等式当然是 在证明 平面的伏格摩洛普等式 最关键的作用 所以我们要想推广 这样的一个方法 到高位上去 我们首先就是 我们也希望有这样一个不等式 然后我们现在就想推广到三维 因为曲面已经知道了 然后下一步就是三维 先先先看三维 那我假设X是这个三维的 三维的这个 光华摄影处吧 然后L是一个 按摩复子 然后我们现在要推广三维的 把刚才那个想法推广三维 研究三维的伏格猜想的 就是说我们要研究 这样一个 在三维的时候 研究这样一个一阶上端的群 看它是不是 等于0 我们想证明当L比较大的时候 这个 一阶上端的群等于0 然后三维跟二维就不大一样了 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假设这个东西不等于0的话 你就有一个 上层的类 叫 C 然后这个东西 你用塞尔对斗的话 它就变成一个 二阶的这个扩散类 在曲面的时候这个是一个 称性1 然后现在如果是三维的话 就是一个称性2 如果是一个称性2的话 它就不再对应到一个向量从了 因为它是一个 二阶扩散类 实际上就对应到 一个弗形 一个两项弗形 那就是我们下面这样一个两项弗形 在曲面的时候 这个 这个OX括号1的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OX的系辅向左平移一个单位 得到的那个弗形 现在你就不能再完全的考虑这个系辅了 我们要考虑 complex 考虑弗形 所以 在研究三维弗架参想的话 我们自然会 要研究一点这个玩意 研究这个弗形 研究这个弗形 当然我们希望模仿那个曲面的那个想法 就是说 在曲面的时候 这E可以证明是个向量从 然后现在当然是 现在它不是向量从了 现在是一个 有两项的弗形 但我可以证明 也可以在某个条件下证明 这个两项弗形实际上是 两个向量从之间的一个映射 然后我们也希望 对这个E这个点这个玩意儿 我们给它一个稳定性 跟那个曲面上模仿的做 也给它某种意义下给一个稳定性 然后呢有了稳定性以后也希望得到关于它这个 很累的一个不得事 就完全就是把它模仿到 三维 但这个模仿 非常困难 就是说 因为这个SHIFT和COMPLEX之间实在是 差距太大了 这个尽管是看上去好像是基本上是一回事 但是你真的是研究起来的话 那差别是非常大的 孙浩 孙浩 这个E 这个E STAR的话 就是说你能具体的写出来吗 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是拿哪个 一个什么样的弗形 比方说两项弗形 表示出来 这个能具体写出来吗 它表示是不唯一的 可以表示什么 因为它是我在 我在倒数范处里 因为它是 它可以表示 两个 在某个假设之下 我们刚才类似 类比我们这个曲面的情形 曲面情形 我假设这个Kalibahara性质 我现在也可以假设在 Kalibahara性质的基础上 这个E 可以表示成 两个向量丛之间的一个映射 然后这个向量丛表示不唯一 但是你可以选取一个好的表示 这个我知道怎么表示 可以选取一个好的表示 比如说 你第一个 你可以选取两个向量丛之间 第一个向量丛 你完全可以取成一个某一个线丛的 多少倍的直核 然后但第二个向量丛就比较复杂了 可以表现成这样的东西 但这个东西我没写出来 但我知道 我自己知道 可以给你弄出来 但我没在文章里写过 对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 解决它的好的办法 就光知道它是什么向量丛的话 起不到什么作用 所以我也没写出来 对 因为这个东西 只是你现在只是形式上有这么个东西 形式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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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当然现在就说 你放成立什么的倒是 看上去也 对 还是 对 好的 好的 成立好散 成立好散 对 成立什么还是都好散 是含有C3的 因为这个 这它是三维上面那些点 对 相对于C3 一定要含有C3 不然是 因为只有C1 C2是没用的 因为我是要区分点 不是要区分线 你要区分线的话 那C1C2就够了 嗯 然后你 我忘记了就说 你这个平移一下的话 对成立的影响是 是 就是 就是加个 就是加个符号 对对 好 对 平移一下就加符号 对着 好 好 可以 接下来是 这个右边这个东西 成立减去这个OX 成立 就是1点 对对 这边 好 这个 这个是很简单 对 好的 好 然后我们现在想 把刚才那个 MID方法推广三维 我们就是 完全类比过来做的话 我们就希望呢 对刚才这个1点 就这个两项符形 给它一个稳定性 这样一个概念 因为我们曲面的时候 就这么做的 然后有了这个稳定性概念之后 我们还需要 对这个1点 找到一个不等式 就是一定要包含这个C3 因为我们 伍析大猜想是要区分点 然后三维上的点 就是C3了 你一定要含有C3的不等式 所以就是 我们的任务 就是这样两个任务 但是这两个任务 都是比较艰巨的 我先看第一个任务 这个稳定性 怎么给它一个合适的 当然合适的稳定性 当然这个稳定性 有很多 就哪个是合适 哪个不合适 这个实际上也不好说 就现有的 这个合适的稳定性 就是我们称为 那个bridge line的稳定性 当然有可能 还存在别的稳定性 这个很多都是未知的 我只是把已知的说出来 这个大家也可以都想一想 那我刚才讲的 曲面上的稳定性 就是说 它是有两个东西定义的 是有斜率定义的 就是这个 C1乘H除以它rank 那个斜率定义的 然后 我现在要研究一点的稳定性 我就想把刚才 那个稳定性推广一下 当然你直接推广 不大好推广 我们把这个稳定性 这个定义 把它改写一下 改写一下 就刚才我们是用斜率表示的 就是H乘C1处理rank1 表示E的斜率 用这个斜率来定义了稳定性 然后那个斜率可以自然看成是 我把这个分子分母拆开 看成一个幅数好了 这是也是一种观点 然后我看着一个幅数 那这个东西相当于是定义了个 E到一个幅数的一个映射 那这个映射 它是一个加性的 因为它是成类定义的 肯定是加性的 然后它这个质 一个层 它的质一定是正 一定是非复的 所以它的虚部一定大一点零 然后如果一个 如果这E的虚部点零 也就是它是个拖性层的话 它这个 前面这个东西一定是小一点零 我们会发现它满足这样一个性质 所以我们就把这三个性质 给它抽象出来 然后定义出一个稳定性 然后恰好它就是 适用于我们那个幅形的一个稳定性 那这个稳定性 当然我先把它改写一下 我现在是不用斜率了 最开始那个稳定性是用这个斜率 我现在是用幅数 用幅数的幅角 因为这个斜率实际上就是 这个幅数的幅角 我就把它用幅角重新写一下 这个E对应那个幅角就是用斜率对应的 然后把幅数写成磨长和这个幅角的形式 这个幅角实际上就是跟那个斜率差不多的 这个E的幅角对应的幅角和它最经典的斜率 它们之间是差一个括弹性 然后这个差一个负的括弹性 它实际上是保持那个序的关系的 所以是我可以用这个幅角来定义我内心 就刚才那个E 就曲面上这个E 它是半稳定的 就是说我现在可以把这个定义改成 用这个幅角来定义 实际上这是换套不换要 就是重新写一下 我这种观点它有利于推广 所以我换一种写法 然后这样写了之后 我们这个E还满足一个滤过 就是我经典的稳定性 它有一些性质 我希望把它都抽象出来 这个滤过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哈德尔纳斯米海滤过 就是曲面上任何一个层 都是存在这样一个滤过 你可以把它那些子层里面 那个斜率最大的挑出来 然后在剩下里面再挑个斜率最大的 一次这么挑挑挑 就挑出一个滤过出来 这叫哈德尔纳斯米海滤过 然后这个滤过可以证明是唯一的 这个滤过就告诉我们 就是说任何一个系辅 它到底跟这个半稳定的系辅差多少 就看这个滤过 这个滤过当然越长 它这个差的就越远 越短 就离半稳定就越接近 就这个意思 可以来度量这个半稳定性了 然后我们把刚才这个想法呢 推广到这个弗形 先推广到弗形 那我现在就考虑一个一般的 光滑摄影处 实际上它的原始定义 只是在一个范畴上定义 但是我现在考虑伏架猜想 我们就具体看 考虑一个光滑摄影处 然后我考虑它导出范畴 你就把它理解成一些复形 当然它复形之间的态摄 它是有 还不完全是复形的态摄 就是导范畴那个态摄 导范畴里面复形之间的态摄 它不完全是复形之间的态摄 它还有时候 它把那个你同构算成同构的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你就把这个东西看成复形好了 然后这个稳定性 它是有两个东西组成的 第一个东西叫A 第二个东西叫Z A就是我们推广那个凝聚层范畴 A是一个阿贝尔范畴 Z就是我那个幅数那个映射 就把那个E变成一个幅数的映射 由这两个东西组成 然后这个A要求 你不用管后面什么东西了 你就把A看成是一个 类似于那个Cohenic Shift 那个范畴那个东西 你知道A是个阿贝尔范畴 然后它可以生成整个的 导出范畴就完了 不用管后面这名词 知道也没什么用的 然后这个Z就是一个 从A到辅数的一个映射 我们就靠这个Z来定义那个斜律 就把任何一个E都变成一个辅数 然后这个磨长是R 辅角是φ 然后我们这个辅角要求是0到π 就是这个上半平面 大于0小于0π 但我这是弱稳定性 如果是R大于0就是 叫稳定条件 如果是可以允许等于0的话 就成为弱稳定条件 然后用这个辅角 我们就可以定一个斜律 一个斜律就高 可以给我们一个稳定性了 然后我们还要求任何一个E 满足这个Hudder 拿着孙海利库 这完全跟我刚才 那个曲面上那个稳定性 是照搬照超过来 只不过我把这个 它那些条件 把它用一种抽象的方法 写出来了 就感觉是 感觉像变了个东西 实际上是一个东西 就是 一旦把它抽象出来以后 就感觉它又不一样了 但我还需要 刚才这个123 我还需要再加一条 因为我为了要这个稳定性 我不详细解释 就是 我还需要让这个Sigma 满足这样一个 叫知己的性质 就是说 我满足这个性质以后 我这个稳定条件 它的形变 它的性质就比较好 然后满足这个第四条之后 我每一个半稳定的对象 它的Jordan Holder率 是有限长的 如果不加第四条 如果不加第四条的话 那这个 你弄出来这个稳定性的话 它那个 一个半稳定对象 它那个Jordan Holder率 如果有可能无限长 那就不大好了 对吧 我们通常都是有限长 所以我们 要加第四条 当然我们现在 不用管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只 目标只是吹广 那个Red的方法 我们只大概 聊一下这个东西 那我再打算一下 那个 就是说你这里面 一属于它的Heart的话 它的Heart的Filtration 就是说 是你这个 相当于说你做的时候 就说你Sub Sub的意思的话 是不是就意味着 是它Cutient 也是一个在Heart里面 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 是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 因为A是个阿贝尔范手 所以阿贝尔范手 你可以讨论Kernel Kernel什么都可以算 然后一个Zisequence 就是跟Cocainel的Heart那个范畴 实际上是一样的 好的 所有的什么Kernel Kernel 什么单摄满摄 什么哲心引力 什么东西都对 什么东西都对 就是我们学的 那个模范畴里面 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是对的 所以我们可以 毫无顾忌的使用 当然A跟Cocainel的 希腑那个范畴不大一样 但它也是满足阿贝尔范畴 所以跟经典臆下那个是完全是 就Cocainel的希腑的话 是它一个特殊的Heart 是吧 是这样 对对对 就这样的 是最最最最最简单的一个Heart 对 然后这个A就可以找个一般的Heart 因为我们现在是研究 符形的稳定性 那个符形它不是 它不是希腑呀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把这个希腑这个范畴把它改一改 嗯 要不然你要把这个一点的东西装进去 要不然你装不进去也不行 是吧 嗯 对好的 嗯 好 然后我们有这个地以后 我们自然要造个例子 要不然这个太抽象了 这个这个有可能没有例子也不行 我们造个例子 就是我们现在都只关注三维了 三维处 然后一个安破处子 然后找两个实数 一个是正数 一个正实数 一个随便一个实数 然后我们下面来造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我们需要把那个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一点这个东西 把它把它搞一个稳定性出来 那我首先要造一个范畴 把那个一点放进去 那么可以看着刚才那个一点那个玩意儿 它的这个这个 它是一个两向符形 两向符形 它那个负一阶上动调是OS 它的零阶上动调层是这个 那个理想层张亮闪耀 那换句话说呢 就是它那个负一阶上动调层 它的这个斜率是比较小的 因为它是结构层嘛 斜率小的等于0 斜率等于0 然后它的这个 零阶上动调层是那个IZL 是那个理想层L 它的斜率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 我们就希望造出这样一个范畴啊 就是它的 它是个两向 它把所有的两向符形都装进去 然后它的这个 负一阶的这个 上动调层的斜率比较小 它的零阶上动调层的斜率比较大 那这样的话就正好可以把E点放进去啊 就就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那个要研究辅加猜想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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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复形给放进去啊 所以我们就 把这个零一层分成两半啊 就把斜率比较大的放在这个Tβ里面 斜率大于β的 然后你可以你可以就假设β对0啊 这个无所谓 β你随便取个试 你要觉得不好看你就说β等于0好 就就把β想要是得也0好 然后我把这个斜率比较小 这个μ-就表示它那个 哈德尔率过里面那个那个那个 最小那个斜率啊 μ正就是哈德尔率过里面最大那个斜率 我假设最大那个斜率是小一点 β 再再把它放在下面这个范畴里 然后呢 斜率比较大的放在上面这个范畴里啊 所以这样的话我那个一点呢相当于是可以把它放进去了 然后我把这两个两个这个这个这个东西把它 合在一块啊 就我把这个下面这个斜率比较小的这些层 把它向左平一个单位 然后上再和这个上面这个层呢 来一个一个层形 那就是我们那个一点就自然就放进去了 对吧 自然就放进去了 对那这个Aβ就这样造出来的 它里面就是一些两项弗形 这两项弗形呢 它的这个 负一阶的上动尿呢 负一阶上动尿层 都是斜率比较小的 就斜率都小于β啊 然后它的临阶上动尿层 就是斜率大于β 那这样的话那个一点自然在里面 然后可以证明这个 这个Aβ这种东西 它确实是一个哈德啊 确实是一个阿贝尔范畴 然后它能生成整个的导处范畴啊 所以就它就跟我们那个凝聚层范畴 实际上就就就就 性质就是几乎完全一样啊 你可以考虑这个这个里面的 对象之间的单摄满摄啊 什么正和列什么 什么都可以考虑啊 然后我再定义一个斜率 我这里面的对象 我还需要给它个斜率 斜率就是说我要 把Aβ呢 到幅数给它一个加性的映射 然后现在我这个斜率里面 必须要含有C2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求 给出一个C3的不等式 所以你那个斜率里面 必须要包含有C2的信息 如果你只包含C0 C1的信息的话 那肯定是得不到C3的不等式的啊 自然就想把C2的信息加进去啊 所以我就这么这么这么来加 然后它的这个 实部呢 就是这个C2和C0构成的 虚部就是C1 然后你利用这个 它的副实部除以P部 就得到一个斜率 那这个斜率就可以 第一个稳定性了 这就是给那个1点 那个东西一个稳定性啊 就利用这个 还有C2的一个斜率 然后我们可以证明 这个东西 这个不要假设等于2 就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 我真忘记把它删掉了 不用不用假设等于2 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弱的稳定条件 如果等于2的话 它是一个强稳定条件 它是一个稳定条件 也就是说它里面可以讨论 哈德尔纳尔斯密码利过呀 这就跟我们经典的稳定性 就是很多东西可以类比过来了 然后这是稳定性就有了 现在我们研究辅定下猜想 三维的辅定下猜想 那个1点那个东西 稳定性现在就有了 就这个稳定性 就这个斜率是含有C2的 这个范畴是一个两项浮行 就比宁密层范畴复杂了 这个斜率也比 也比经典的那个 Degregory rank 那个斜率也要复杂 就是所有东西都复杂了 所以研究起来就困难 就是一下子就是 就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好 然后再看那不等式推广 我们研究二维的辅家猜想 就需要一个伯格摩洛普等式 一个稳定性 加伯格摩洛普等式 然后现在研究三维辅家猜想 当然也要有不等式 刚才稳定性就出来了 现在就是要 给这个稳定性的东西 一个不等式 我们要求含有C3的不等式 那这个不等式 猜测是这样一个不等式 就这三个人猜的 当然是 他猜这个不等式的 motivation跟我是不一样的 他是为了构造三维促上的稳定条件 他猜出这个不等式 他不是为了研究辅家猜想 如果单纯研究辅家猜想 可能猜不出来了 但是为了构造三维促上的稳定条件 他要满足那个正性 然后他自然的猜测 有这样一个不等式 然后这个不等式就是说 对于刚才我定义的稳定性 那个稳定对象 如果他的斜率等于0 这个10不等于0 意思就是如果1的新的 那种斜率等于0的话 他就满足这样一个不等式 就C3小1等于 C1乘这个东西 然后他们提出这个不等式的目标 是构造这个稳定条件 在三维促上构造稳定条件 然后他们证明了 如果这个不等式对的 我就要这个BMT猜想 这三个人 如果这个不等式对的 那这个三维促上就一定 存在一个稳定条件 就利用这个东西 可以造一个稳定条件 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内容 今天关注这个辅助猜想 所以我们不用管后面这个东西了 我们只要看这个不等式 现在已经 对于这个一点东西 已经有了一个稳定条件了 稳定性这个概念了 然后现在又猜出来 这个不等式了 所以如果这个不等式对的 那我们基本上可以想象 这个三维促下猜想就出来了 但观念就是这个不等式保证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 就是完全类比的 曲面上ride的方法 然后下面看看这个不等式 现在已知的 在什么情况下对 在什么情况下对 就是说 刚才那个不等式 在某些情况下被验证了 就是一些 法诺的三维促 然后阿贝尔三维促 然后托瑞克 然后P4里面的五次超曲面 然后一些陈基型的三维促 实际上这个证明了 对于这些促证明 这个不等式实际上用处不大 对研究辅诫猜想用处不大 因为在这些促上 这个辅诫猜想好像 直接就可以算出来 因为这些促比较简单 实际上是对研究辅诫猜想的意义 并不是那么大 然后我做了一点东西 就是说 我证明这个猜想 在正课证时候 如果这个三维促的 C1 C2都等于0 然后并且切从是半稳定的 那在正课证的情况下 这个猜想也是对的 这个我也不多说了 但是有一个遗憾的事情 就是说 有个人造了个反例 就是这个BMP猜想是错的 这反例比较简单 就是这个P3上面 这个Bloaf一个点 他就发现是错的 然后他那个例外处子 正好就是不满足这个猜想 但是我还是相信 这个猜想对于我们 研究普及大猜想 一点这个东西是对的 一点这个东西 它是两项服刑 我还是相信 他对于这种两项服刑 这种特殊的两项服刑是对的 尽管他对于某些例外处子不对 然后这个猜想是错的话 那些人就把这个猜想又改了一下 对吧 刚才是这个C3小一等于六分之二号方 成这个玩意儿 然后他发现这个猜想不对 就把它加一个尾巴 把这个猜想改弱一点 把这个不等式改弱一点 后面右边加一个 加一个大一点 大于零的数 大于等于零的数 就是又提了个新的猜想 也是一个关于C3的不等式 只不过这个不等式里面 有一项是跟X有关 就是γ它是一个 你就把它看成一个曲线 X里面某一条某个cycle 一维的cycle 这是他们把这个猜想又 又modify了一下 这也是个C3的不等式 当然也对普吉尔猜想 是肯定是有帮助的 然后对于这个修正版本的猜想 是证明了在这个法诺三维数上 是对的 当然对某些法诺的三维数 这个γ有可能比较复杂 它不一定等于零 我还是比较相信 对于那个一点那种复形的话 这个γ是可以取到零的 就是它最原始的猜想 对一点那个东西是对的 然后我们就看 这个不等式对 普吉尔猜想应用 我讲这个不等式是对的 刚才BMT就最原始的猜想 简直最原始猜想是对的 就是修正版本之前猜想 如果猜想对的话 那那个RID的那个定理 曲面上那个RID的定理就可以 几乎的是照搬照超到三维 然后就假设如果L的立方比较大 比如大于49倍的D 然后L的平方也比较大 L平方乘以任何一个曲面 大于7倍的D 但是这个曲面要满足一些条件 然后如果L在层上认一个曲线 也比较大 也就是说L如果很大的话 这个上等效情就等于零 那这就是普吉尔猜想了 你取这个Z 你取Z是一个点 那就是base point free 取Z是两个点 就是wire ample 取D点二就是wire ample D点一就是无几点 这就是三维的RID的方法 但是它是要假设这个猜想对 那这个猜想我刚才说了 那很多情况下是不知道的 但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大致的方向 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方向 那我们看看这个怎么振的 实际上这个证明跟我们那个曲面上 那个RID的方法证明是 那想法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这个技术上要复杂一点 因为我现在是面对的是服刑 就是那个范畴不再是屁服了 就是要稍微复杂一些 但那总体的想法是一样的 这个证明我就简单说一下 我不想讲那些细节 那些细节看得比较头疼 我如果没接触过肯定是 肯定是看不下去的 所以我还是简单一点 这大概想法说一下算了 就它第一个条件 L的立方比较大是干什么东西呢 L立方比较大就是说 这个L可以看成是那个E点的 那个C1 这不是Alpha 这是D 49倍的D 这个D可以看成是它的C3 然后它这个 这个不等式就告诉你 刚才那个BMT猜想那个不等式不满足 不满足就是说E点它不稳定 对吧 这个曲面上那个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有一点现在是在这个新的稳定下 新的稳定条件下 这个我叫它 New Alpha Beta 它那个斜率我记为New Alpha Beta 它不是这个不稳定了 不稳定的话呢 我就可以找到一个子对象 它的斜率很大 这个我们曲面上 那个向量从 完全是类比过来 我也找到一个子对象 它那个斜率很大 然后我通过第二个和第三个不等式 就L平方很大和L很大 能够推出呢 这个这个斜率很大的那个子对象呢 它一定长这个样子啊 一定是一个 零为子概型的这个理想层 Tensor上这个L 因为这个第二条 第三条是说 L到平方乘一个曲面很大 第三条是说 L乘上一个曲线很大 这两个很大 就把这个W 把它约束到只能是点 也不能是一根线 也不能是个面 只能是点 这是二和三的 二和三这两个条件的用处 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 极大子对象 这个理想层 这个这个 这个为数啊 把它控制在零为 然后你控制在零为以后呢 你就可以导出一个矛盾 你就会发现 一点对的那个扩张类 一定是等于零 就它那个扩张类是分裂的 所以Split 所以分裂的话 就是说你那个扩张类 必须是零了 那就是这样就证完了 对吧 然而这中间有很多细节啊 我不想讲这些细节 那个 讲起来肯定大家都睡觉了 对吧 大字想法还是跟这个曲面上一样的啊 这是这个应用 当然现在我们最紧迫的就是说 这个BMT猜想 他不知道啊 现在这三维 三维的时候 只在很少的一部分知道啊 大部分是不知道的 所以是 我们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 想法 就是 用这样一个想法来研究福加猜想 就不知道 能做到什么程度啊 嗯 所以我们刚才知道了 这个BMT猜想 在很多情况下是对的 所以呢 在那些情况下 这个福加猜想就是对的 我现在是说一下这个推论啊 就这个三维的这个RID的形定理啊 你现在如果取这个D等于1 你就就可以得到一个Base Point of Rate的定理 取D等于2就可以得到一个Ware Ample的定理啊 那这个两个定理是这样的 假设BMT猜想是对的 呃 你就可以证明 K加上 大一等于4倍的L是无几点啊 但是对于第二部分 它要稍微弱点 呃 假设BMT猜想对 可以证明 K加上6倍的啊 回家猜想是5倍的 但它这个地方 就是要稍微弱点 只能是6倍的 大一等于6倍的L是Ware Ample 如果你假设K是频繁的 呃 可以推出大一等于5倍也是Ware Ample 大一等于5才是真正的那个福加猜想啊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对福加猜想的一个推论啊 但是前提是假设这个不等式是对的 如果这个不等式不对 那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然后我利用我刚才那个结果就可以推出来啊 对于这个 呃 C1 C2等于0的 这个三维处啊 如果它的半稳定层是 如果它切从半稳定啊 那这个这个在任何特征下 这个福加猜想都是对的 就是用一下刚才那个那个那个想法是吧 然后你这个切从半稳定这个条件实际上可以 呃 是是一个比较自然的 就是说呃 Longer证明呢 就是说 如果如果X不能有一些 呃 游离曲线覆盖的话啊 那这个切从 它一定是一定是半稳定啊 所以你可以呃 证明就是说 如果一个三维处它的这个 它不能有 呃 游离曲线覆盖 然后呢 它的C1 C2等于0 那它一定满 那的福加猜想一定是对的啊 呃 消失定层也是对的 这个跟特论领域完全一样的啊 然后这是一个应用码 然后最后 最后我就 正好我们这有可能导富底河的这个老师 我就正好 正好跟大家讨论这些 我的一点点想法了啊 就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方法研究三维复加猜想 就是就卡在这个不等式了啊 卡在这个BMT这个这个还有C3的不等式 对吧 还有C3不等式 那我们怎么怎么去证明这个不等式呢 我们就先看看曲面上那个 伯格摩洛夫不等式怎么证的 那曲面上伯格摩洛夫不等式有三个证明 第一个证明就是最原始的伯格摩洛夫证明 你利用这个一个半稳定层的你做N次对称机 那还是半稳定 然后取个极限就出来了 然后第二个证明是利用是特征P 利用正特征 把它约化到正特征 然后用fromBase pullback 若干次以后 不用poreback若干次啊 就poreback一次 把它约化到特征P fromBase pullback一次以后 然后 你利用这个这个 因为它半稳定层它poreback不一定半稳定层 但它能够控制那个邪律啊 你用那个控制呢 估算一下上种尿 也能够把这个不等式证出来 这是用代数方法证明 但是这两个证明 我觉得都无法推广到这个三维 也对那个BMT猜想那个不等式啊 就因为你一个服刑的话 你没法取什么对称机 再保持什么半稳定啊 你forBase pullback 它也是也没法控制它那个邪律 这两个两个两个证明 我觉得没办法全部推广到三维啊 然后我们注意到这个曲面上 这个不等式 还有第三个证明就是解析方法啊 正好我们这这这这有福底和老师啊 正好来正好讨论一下对吧 这个解析方法是什么东西呢 怎么真的呢 如果假设 比如曲面上有一个有一个半稳定 半稳定层 解析方法就是说呢 我在这个我假设半稳定层之后 如果我能在这个意义上面造一个 H1度量啊 permission 安因斯坦度量 然后你利用这个度量算一算成类 一下就把这个不散事算出来 就最关键就是要存在这个度量 就好像是那个Donelson证的吧 我不大了解啊 可能是Donelson什么乌伦贝克他们证的啊 然后他不过他这个证明有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要利用那个限制定理啊 就是说 我查一下那个文献啊 就是他这个 要利用就是一个半稳定层 你限制在一个充分ample的厨子上 还是半稳定 还要利用这个限制定理才能证出来 存在这个度量 我不大清楚有没有直接 不用限制定理能证出来 因为你用限制定理的话 不大好了 因为限制定理啊 本质上跟那个不等 不能不能是本质上是等价的 所以就有点这个循环论证的感情 就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存在这个 不用限制定理的这个 度量的存在性证明啊 我不大了解 所以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呢 能不能把这个解析的这个想法 搬到这个刚才那个一点那个东西上啊 因为我现在要研究一点的东西 他现在是个两项图形 有两项 一负一 你可以假设是个像量从 一零也是个像量从 然后他们之间有个态设 像量从之间的态设啊 这个是一点 然后这个一点的 这种新的半五年性 能不能推出 他这个上面有存在某一个 本明星什么什么度量啊 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度量 有可能是个新的度量 我不懂 是不是存在一个全新的度量 在这个一负一和一零上 然后他他要被F保持住啊 因为这个映射嘛 这个度量要被这个映射保持住啊 然后你利用这个度量 然后呢 能不能推出一个关于C3的不等事 这就是我想 今天我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问这样一个问题 对 别的都是扯淡的 嗯 然后然后这个这个 我就 我就讲那种多好了 嗯 对 然后你那个 嗯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那个不等事 就是 你手中有文章的话 可以给我们呢 呃 可以给我们放一下 就是他们的或者你的 然后 看一下大致应该 就是他们怎么处理这个东西 感觉还挺 那我可以讲一下 这几分钟就讲清楚了 很简单 几分钟 这很简单 我讲一下比你们看文章效率高多了 你看文章 我讲一下几分钟就懂了 好的好的好的 你熟悉还是 你熟悉还是 啊 你熟悉还是 那个 我大概说一下吧 很简单 啊 啊 我熟悉一下好了 熟悉 熟悉 啊对 我看 我就用这个PDF上有 有熟悉 这个行不太方便 嗯 哎 我看 我记我以前写过嘛 那写过 我在哪里啊 嗯 我找一下啊 哪一个是熟悉 我还会说一下吧 嗯 呃 我直接用直接写口述吧 嗯 对 因为他首先是 得首先是理解他那个 啊 稳定性 稳定性 再一个是 对 你可以先翻到那个稳定性点 我们再看一下 那个 因为那个 还有一点 有点复杂 这个吗 啊 对对对 这个就是说这个东西 这东西 嗯 是比较复杂 对 他拿就拿在这里头 然后证明这个不准是的话 呃 现在就是说 现有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用黎万弱和 黎万弱和死算 嗯 就是 因为你对这个一点这个东西 用黎万弱和算一下 嗯 因为你左边就是一些上同调 然后右边是一些陈类嘛 你右边那个陈类里面就有C3嘛 所以你要得到C3的不等式 你就估计一下左边那些上同调了 左边上同调 左边是 右边是陈类嘛 黎万弱和 那说你那个稳定性你怎么用呢 稳定性 嗯 我那些用在这儿 就是说 一个东西的 这个斜率比另外一个东西大的话 嗯 那他两极的映射就等于零 啊 用在这个 使用到这个地方 对 用这个东西可以估计上同调 跟曲面上那个是一样的 跟曲面的伯格默勿不准是一样的 曲面伯格默勿不准是正面 也是利用这个斜率 利用这个斜率之间比较大小嘛 嗯 然后就推出来 他们猜测都有零了 嗯 他是要对 他要用 叫线照曲线的那种方法 要用到这个东西 用到那个 就就就一个一个一个 系辅如果他的 比如一个半稳定的系辅 如果他斜率很大 嗯 然后呢他就不可能到另外一个半稳定的系辅 斜率很小的半稳定系辅里面 有有非频繁的映射 只能映到零 比如一个E到F 如果E的斜率很大 F的斜率很小 那E到F的映射只能是零 就利用这个东西 能够估算那个上等掉 他这也要用那个 需要限制到Curve 或什么的吗 还是直接 就没法限制 因为这个东西 限制下去 不知道什么东西了 因为你这样的话 只得到那个 H0的 就是得到那个 Home的信息 就是说 也可以得到 因为他这个是符型 也可以得到 符型的话 H2的信息 对你得到一系列的信息 可以得到H2的信息 因为他现在不再是 媳妇了吧 他可以得到高阶上等掉的信息 是可以得到的 我这个没法写 我看 我看这个 我上次写过一次 你那个 是 你是泰满之类的吗 还是什么东西 我电脑 我电脑 电脑不方便 电脑手写不方便 主要是 对对对 我记得 我现在给学生上个写过的 我找不到了 我看一下 哪一个是写呀 我一般是 用 用那个 用那个什么东西呢 用那个 微软那个什么 爱知的网页版本的 那个好写 就是 就是打开PDF的话 好写 但是 我一下找不到 我记得以前我写过一次 因为我那次 我那个 他那个 对他那个 或者是用那个什么呢 或者是用另外一个东西 我看 我要不 我只能说一下 对对 就是他那个证明现在 就是基本上就是用黎万若和 死算的 黎万若和 对这个E 或者是你E 张量上一个线从 对这种东西算黎万若和 然后他右边就有C3 左边 你估计一下上动掉 就能得到一个破展室 那他就是 那他就是 那 就发那么二天之内 他的优势是 什么呢 他能 K是-K 他的-K比较大 所以他 算H2的时候 正好 能把它转成一个HOME HOME的东西 他用一下塞尔队友 正好能转成一个E点 到那个某一个线从 括号1 就是向左平一个单位 就是这两个东西的态摄 相当于把H2变成H0了相当于 H2变成HOME 然后因为你这个左边的话 那些H-1什么的 都是小 都是前面是负号 不用管 只用管H0和H2 然后你H0就是 利用这个斜率之间 比较大小能估算 H0和H2 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估算 一般也估算不了 这个证明也是完全类比 曲面上那个伯格摩洛夫等式证明 只不过他没有取极限 他没法取极限了 没法用对称机 什么东西 这儿他没法 没有用对称机 所以说 没法用 因为你用张量机的话 它会跳出这个范畴 你这个E点 张量上E点的话 它就不在这个范畴里了 它就不在这个A里面了 所以就麻烦了 它跟口渴的细腹不一样 你细腹的话 你张量完了还是细腹 你这个东西张量完了 不是不是不在A里面了 所以我就想看能不能从杜梁的角度看一下 杜梁那感觉你在那个 你在浮行上来 就两个向量从 对 就两个向量从 你在E-E上找一个度量 你在E-E上找一个度量 你在E-E上找个度量 就是两个度量 然后你 当然要被这两个度量 要是在F下要保持住的 保持住的 但这里有一点 就是说我们不太懂 那个Semi-Stability 在微分几何一下意味着什么 因为不懂这个的话 可能就不太 这个就是难点 我也不懂 这个好像没有人懂 这个就是需要研究的 因为那个经典的稳定性 在微分几何里面 我也不大熟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对应 嗯 对 上次李军讲也提到这问题 就是说 你给个Metric的话 你没法得到一个Futration 就是说 从Metric那边的角度 哦 没有Futration 就你只给一个Metric的话 你 你比方局部上什么的 你就是说 我们那个Futration 是一个整体的东西 是考虑邪律 一个整体的东西 对对对 你Metric的优点呢 就是可以有 从整体 你只要考虑局部的计算 然后相对说 如果你给个Metric 然后你能局部的定义 那Futration 然后最后能粘起来 那应该就挺好的 那我不知道 嗯 Metric 然后 Metric Metric 虽然它是局部 局部 那个 对 局部可以计算 但是它局部上完之后 它可以把你算的某些量 像Covid 这种东西 它是可以 它可以拼起来得到一个整体的 对对 但是如果你可以局部的算 那你最终还是得到整体的一些结果 对 但我也不知道它这个Mule Semi-Stable推那个 推这种度量存在性的话 它是 你刚才提 它这个证明怎么证呢 我也不知道 它是 也考虑到限制什么的 对吧 一般 像 就像我们 就是 就是像那个 消音堂 他们 或者说 就是我们处理经典的那种 Plury Canon Cushiff 那种类型的 就 Ermitmetry 还没有 Ernstein 这个条件 就是说 一般还是要通过整体界面来构造的 然后它就能联系起来 然后 然后 这儿有 Semi-Stability 我也没有看过 这儿怎么够造的 对 它这个证明我不大懂 它那个都是分析的东西 估计啊什么玩意儿 估计 对 对 对 我们 对 不知道有Stability 怎么弄这东西 因为Stability 感觉是个很代数的东西 一下子 好多的又分析上去 对 对 就不知道怎么出来的 因为有度量以后 算那个成立好像很容易 一下子算出来 一个什么 一个函数什么平方积分就出来了 大一点零就出来了 这儿是Stability 不是Poly-Stability 还是 应该是 写错了 应该是Stability Stability 我写错了 Poly-Stability Poly-Stability 或者是Stability 我是写错了 对 对这种稳定性怎么对应到度量呢 我也不太懂 嗯 那就更别提推网之后的问题 对 对 对 就他们做Stability Condition的人 他们那个 嗯 就感觉刚才你那解释的话 感觉就是一个 初等代数集合的问题 因为你最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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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初等并不是说是能解决的意思 我只说 就是 就是概念性的东西 就是 嗯 就是纯粹类比吧 嗯 嗯 嗯 照三维的话 就是那个 可能没那么容易 我这 嗯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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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们 对 对 没有没有看他们文章 对 因为有些计算 嗯 到非常具体了 应该是 对 嗯 嗯 计算都比较容易 没关系 没什么方法的 没什么方法去研究 嗯 你看这个复兴跟夏亮丛实在差太远了 嗯 我感觉夏亮丛呢 随便一个结果都推广不到复兴上去 这个 随便一个哪怕很简单的结果都没法推 对 对 嗯 嗯 那邱晋彤那个证明用到现实定理了吗 我都没有看过 他那个 什么开乐 存在开乐爱因斯坦读疗那个证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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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儿喝几个人都跑了一年 是吧 哈哈 而且李精彩 对 嗯 他那个 他们 他们 他们正在开乐因斯坦读疗 直接 直接解读疗 他可能要 他可能他可能中间也是那个stability 他好像 好像用了新的理解 嗯 我不太去理细节 但是他他要重新去理解那个stability 那个 stability 那个条件 反正那件事情很难 嗯 嗯 对 嗯 嗯 那些技巧就越来越 越来越复杂 对 官官他可以定义出一些新的positivity出来 代数上定义不出来 因为那个那些positivity 你只能微分几何角度看是很自然的 因为就是 但是 但是就是就是你 但是但是现在难的就是些 这些你历了很多阵性之后 你有什么代数几何的结果就是现在还不太清楚 因为微分几何的计算就是太复杂 哦 哎 那个什么strictly 什么knife 那个东西有微分几何解释 strictly knife 我不太 就就是一个一个一个L 他跟每一个曲线相较数都大于0 叫strictive knife 就是 都严格大于0 对吧 对严格大于0 这个这个这个可能很难 微分几何里面就是说 可能没有一个刚好整价的 没有没有可能很难一个刚好整价 就是就是对 就是你可能在微分几何里面 你证明某个是某个时间大于等于0 是容易的 然后你证明他严格大于一个严格正的东西是容易的 但你要证明他严格大 你要说的严格大于0 你这件事很难 啊 那个在微分几何它区别不出来 啊 因为虽然代数上它可以是严格life的 但是它在微分几何里面是可以是 平坦的 嗯 它主要是 依赖于曲线来 依赖于曲线来 你就说要首先要曲线要有 啊 这个事情比较麻烦 嗯 这都不重要 重要是它在微分几何里面可以是完全平坦的 嗯 就是所谓的度量 你说平坦 完全都是消失的 啊 那咋可能 你曲率消失 你那个成立都等于0了 它叫curl肯定是等于 不 它是向量从上消失 它并不代表它totological bounder它会消失 嗯 嗯 当我说是line bounder的话 嗯 那line bounder 嗯 肯定没有 然后向量从上消失的话 那个 向量从上的话 嗯 嗯 line bounder 应该也没有什么好的读理 嗯 嗯 就是考虑它那个也是projective bounder 然后呢 O1是那个stricted knife 对吧 嗯 如果你考虑大叔几个一般都这么定义 嗯 这么定义 然后是 这时候它E有 还有可能有平坦的metric 然后 嗯 它可能是Hermission flight的 就它有一个平坦的Hermission度 嗯 嗯 然后 然后 它甚至是一个表示 你知道 它来自于一个表示 嗯 它是 它是把某些平坦的向量从 通过基本群伤下来的 嗯 嗯 只要我忘记了 就是那个totological和那个 和它成立之间的关系的话 就是说 你是push forward 下来是 嗯 刚好是C 刚好是C 是C 我找那个用 用 用 seg 用seg 对 这个联系很紧了 当然是 它在曲线的时候 它在曲线的时候是一样的 对对对 但在曲面以上就不一样了 然后就分叉了 然后就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嗯 对对 就说那个 嗯 你这个stability的话 就说限制 它是限制映射的话 还保持吗 那个 不知道 哦 这个这个如果能接证明这个 那那个不等式也差不多 能证换 对就是不知道了 嗯 嗯 嗯 Forebinius 那个就更不用想了 对吧 啊 我那个就用Forebinius做的 就是要很特殊很特殊才行 啊 稍微便一点就完了 就完了 稍微便一点是 就是说它那个磨屁的话 就是说你磨掉 嗯 嗯 当然 哎呃 我我对一般的work the boundary的话 你也不能保证你磨掉 呃 就是你在那个 你在特殊灵的时候 是stable 嗯 嗯 然后你磨屁之后 Forebinius pullback 也不能保证 就是说是对 存在屁 或者是对 呃 或者说对 可能是 无穷多个屁磨屁之后 还是 嗯 Strongly 可以啊 不是Strongly 但是 可以是Stable 可以是Semi-Stable 因为Semi-Stable 是Open 满足那个开头 对 但是关键是你磨屁 希望得到是Strongly 没有不要紧 啊 这叫不要紧 不要Strongly的话 你Forebinius pullback 你可以控制它那个子层的鞋 对 当然是可以控制 对那可以控制 能控制住就可以了 对对对 然后取个极限就出来了 嗯 只要能控制得很好就可以 不要求完全是Semi-Stable 嗯 对 嗯 对 嗯 对 嗯 好 还是得看一下文章才行 对 好 好 好 谢谢 有问题在讨论啊 对 大家还有问题没有啊 好 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解说 对我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用那个 消音堂那个方法 研究那个股价猜想 就是那个WireApple那部分 是不是现在还没有结果 就是有没有一个好的借 WireApple部分 诶 诶 这儿有动航了没有 嗯 没有 应该最好就现在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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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倍数的时候好像是有结果 就是2k是吧 2k加了什么东西 对对 2k加加倍数是有的 就是k加个什么东西还没有了 没有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我记得消音堂在哪做报告 说他有啊 对 这可能宋雷他们 就是说现在研究WireApple 基本上还是要用CDG 什么的 所以 就是WireApple 他就难在那个那个点上 二重点的时候 如果是两个不一样的点 那是一样的 就是他 对 没法处理有二重点 对 其实他们是得到一些 Birational的一些结论 对吧 因为他两个不同的点好弄 对 所以他有Birational的结论 所以他没有 但是 他两个不同的点 跟Base Point of Ray那个证明是一样的 嗯 就完全完全超过来就行 但是 理论上是有结果 因为 因为那是 啊 那也是Birational 不好意思 Birational都是有结果的 Birational Birational是容易些 容易很多了 对 对 这个WireApple 现在一个界都没有了 嗯 等我们 等我们这个讨论班结束了 看咱们能搞出一个借来 哈哈 那个是 对 那肯定方法上就有很 很大的那个进展 嗯 嗯 他们以前就是把那个 什么Moddy Prior Ideal 把它限制 限制 限制 限制成一个点 对 那没法限制成一个二重点 嗯 对吧 嗯 对 那本质量就 啊 Cut一个Thinter 出来 就是你 对啊 你可能不好弄 嗯 他带重塑的就不好搞了 对 嗯 哎 宋雷在吗 啊 啊 我在 哎 你们 从你们的角度对那个 叫对弗吉塔 WireApple那边有什么 理解没 或者有什么结果 啊 你了解吧 我我没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啊 就是我考虑过就是那个 Normal Generation的问题 就是这个 就是 是这样的就是Base Point Free 加Normal Generation 可以推出VireApple 有这么一个基本的结果 Normal Generation 对 Normal Generation 就是说那个Global Section 如果这个 呃 这个成绩映射 如果是满射的话 就是比如说H0L TensorH0L 到H0 这个L Square 如果是满的话 这叫Normal Generation 嗯 这个加Base Point Free 可以推出VireApple 对 嗯 我只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我没有考虑过就是 弗吉塔的这种VireApple 嗯 因为那个Normal Generation 本身也很困难 对对对对 好 好 好 多谢 行行行 以后有机会再讨论啊 对 好好好 好 谢谢大家 好像是 是不是还有下 刚好结束 我们可以 是不是下大有一个 不是啊 华侨大学是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报告是 入敏的 昨天我看他们发的那个 入敏的一个报告 可能也是那个 好像也是腾讯会议吧 大家可以 看一下那个 看一下 好好好 谢谢大家 谢谢